此影片是使用测试服录制的 一切将会以游戏内实装为准 当然啊 兄弟们记得在正式服务也使用我们的创作者代码 Hey Brother Hey兄弟 我是空无发 我是布莱恩 今天又来到我们兔发影片的时刻啦 没错 今天我们就要跟兄弟们讲讲 全新的极限威能 平衡性调整 还有我们更多的新造型啦 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Let's go 首先 我们先向兄弟们介绍介绍 全新的六个极限威能啦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康迪流石 他的极限威能就是深邃暗影的 康迪流石在使用极限威能过后 大招抓敌人进来会将敌人缓速的哦 第二个新的极限威能呢 也就是霸子的霸气救援 也算是这次更新中最强大的极限威能啦 霸子可以多次丢出手里的斧板 并且晕眩敌人的哦 没错 我们测试了 如果拉空的话呢 是没有办法刷新下一个大招的 来到第三个极限威能呢 也就是普利莫的中立制约 普利莫的大招范围整大 并且将范围内的敌人拉向自己的落地点啦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贝威的极限威能啊 电磁引力的 当贝威在极限威能的状态下射出大招啊 她有一点点呢会像拉脚的家传秘方这样 追踪附近的敌人 但是如果距离太远的话呢 还是没有办法命中的 那到芽芽的全新极限威能呢 也叫做锋利晋级 芽芽在极限威能的状态下开启大招啊 满腾丢出去的瞬间呢 将会对附近的敌人造成1500点的伤害啦 最后就看到我们的BB啊 爽翔炮啊 BB丢出来的弹力球呢 如果命中敌人啊 就会分裂成两颗球 继续在场上攻击敌人啦 如果BB在极限威能的状态下 再次刷到大招的话呢 就有机会啊 再次丢出强力球并且造成分裂啦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次更新的平衡性调整吧 首先呢我们就讲一讲被加强的英雄啦 第一位呢也就是道格 道格在更新过后呢 普攻所造成的伤害和回血量啊 不会因为距离而衰减的 下一位格里夫啊 他的普攻祭除伤害呢 就从260点提升到280点啦 除此之外啊 也获得小幅度的提升大招蓄能的效率的 最后我们就看到他的武装配件啊 足弓铺马呢 伤害就从1300点啊 提升至1400点了 第三位被加强的英雄呢 就有我们的NIT啦 他的大招所召唤出来的大宝贝熊的基础血量呢 就从4000点提升至4300点啦 下一位OT时啊 我们看到他的基础伤害呢 就从440点提升到460点了的 那他的武装配件超量莫取了每秒伤害啊 就从1100点提升至1150点啦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阿信啦 阿信在这里所提升的呢 就是他普攻酸怒气质的效率 下一位拉夫上校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普攻技术伤害啊 从560点提升到600点了的 而他的武装配件空中资源的伤害呢 也获得了提升 从1120点提升至1200点啦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偶像普六哦 他的普攻伤害呢 就从360点提升至380点了的 而武装配件 流星腰带的伤害呢 就从2880点提升至3040点 来到最后呢 也就是他能力自信燃烧摔跤魂啊 在这里他伤害呢 就从1692点提升至1786点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格尔啊 他的大招基础伤害呢 就从420点提升到500点了的哦 而且呢会小幅度提升他大招刷大招的效率啊 宝利呢基本上的提升就跟格尔差不多 也就是呢大招基础伤害 从680点提升至760点 然后呢也是小幅度的提升大招刷大招的效率啦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吉尔啊 他的普攻基础伤害呢 就从960点提升到1000点了 恶武装配件 恶作巨之灵啊 伤害就从1536点提升到1600点了 来到最后一位被整强的英雄呢 也就是佩妮啦 在这里呢基础伤害就从940点提升至980点了 而他的能力之心砸裂炮弹的伤害啊 就从1316点提升至1372点啦 接下来我们就讲讲被削弱的部分啊 所有极限维能的英雄啊 都会被这一波给削弱的哦 就是我们极限维能的时长呢 不再因为你使用大招啊 而去延长啊 所以时间就会变得更短了啦 那就代表说呢游戏更新过后啊 兄弟们只能靠普攻来延长极限维能的持续时间 不像以往那样啊 使用血力 一致使用大招啊 持续延长极限维能的时长啦 而随着这一次的更新啊 极限维能所提供的加成数据上面呢 也有所调整的 但是由于牵涉的英雄太多啊 所以我们就不一一讲啦 我们把它放在我们字顶留言上面 兄弟们自己去看一看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 这一波被削弱的英雄 第一位也就是我们的范啦 那范佩戴能力之心 点光追击的时候啊 使用大招击杀敌人呢 不再为极限维能蓄能了的哦 而且在极限维能的状态下啊 他使用大招的时候 吊出来的爆米花呢 也不可以再为他的大招蓄能的哦 甚至所造成的伤害啊 都要减半啊 所以极限维能的范呢 就变得非常的弱势了哦 那第二位被削弱的英雄呢 也就是破尔啦 破尔在这里的基础血量啊 就从4200点降至3900点了的 接下来我们相信兄弟们 非常期待他们被削弱的英雄啊 就是我们的赖瑞还有罗瑞啊 这里他的蒲公基础伤害呢 就从840点啊 降至700点了的 甚至降低了他的普攻射程啊 接下来被削弱的英雄呢 也就是安破 他的基础伤害呢 就从220点降至214点了的 而他的武装配件 约冬火舞的伤害啊 就从2200点降至2100点啦 下一位看到我们的达斯特啊 他的普攻基础伤害呢 就从1400点降至1380点了 而康迪流石的武装配件 快速移植啊 不再能够在暗影世界里面使用啦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查理啊 他大早丢玫瑰花呢 飞行的速度啊 将会变得慢一点 让敌人有机会散开啦 来到最后一位被削弱的英雄呢 也就是爱德加啦 他的武装配件 跑酷徽章呢 不再为极限为能蓄能了的 这个相当重要啊 不然现在爱德加太疲了啦 那现在呢 我们就讲一讲 星光联赛 即将被排位赛取代的部分啦 这排位赛呢 就是我们全新的一个游戏模式来的 在这游戏模式里面呢 兄弟们只能选择9级以上的英雄啊 来进行对战的 没有错啦 而青铜至黄金山的阶段啊 是以一局定胜负的方式来决战的 而且呢 也没有禁用英雄的环节啦 这里的目的呢 就是让以前一些不打星光联赛的兄弟们啊 可以来试玩一下 因为以前你嫌时间很浪费嘛 现在可以快速的对战呢 你就可能有兴趣来玩玩啦 当兄弟们来到钻石一阶段或以上的时候呢 将会以三局两胜的方式来进行对决的 而且呢 并会有这一个禁用英雄的环节啦 而来到钻石一以上的排位赛局里面呢 兄弟们就必须要拥有 至少12位9级以上的英雄啊 才可以参加 不然的话呢 你就不能在这里游玩啦 而官方在这里也有提到啊 钻石一以上的玩家呢 不会匹配到黄金山或者以下的玩家哦 这样子呢 就不会遇到一些问题说 对手太强还是怎么样啦 其中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呢 他就不像星光联赛这样啊 分成胆人跟三人组哦 这无论是单人双人还是三人呢 你都可以游玩这个排位赛的 如果兄弟们是双人组队的话呢 你选择队友啊 他的段位呢 跟你的差距不能多过三个级别的 就比如说 如果你是神话1的玩家呢 你就只能组到 钻翼至传奇翼的玩家啦 你们只有两个人嘛 那系统一定会给你匹配一个路人队友的 这个路人队友的rank呢 也是跟你们啊 不会大于两个级别以上的 那每个排位赛的赛季啊 就为一个月的哦 时间呢 就不算太长了 如果兄弟们要赶紧上分的话呢 就要把握时间啦 而在赛季结束过后呢 所有玩家的rank啊 都会这样子青铜呢 但如果你之前的rank蛮高的话呢 官方会给你一个加成啊 让你可以更快速的去到后面的rank 不过你还是一个从青铜开始的 那相信兄弟们玩排位赛呢 肯定是为了排位赛的宝物之星嘛 所以在这里呢 如果兄弟们够活跃的话呢 就可以拿到更多的排位宝物之星啦 之前我们就有说到啊 每一个赛季的排位赛里面呢 都会出现三个不一样的随机事件嘛 现在我们就看看我们三月份的随机事件有什么吧 这里呢就包含了有急速开火 也就是呢 攻击命中目标的时候呢 就能够填装10%的弹药啦 而第二个呢也就是强健伙伴 所有英雄的生命值啊 都跟队伍中生命值最高的英雄相同 而来到第三个的随机事件呢 也就是定时爆破 场景里面的所有物体啊 将来随着时间慢慢被摧毁了 没错 接下来我们看到四月份的随机事件啊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剑刺弹药啊 所有的伤害呢 都可以造成持续伤害啊 类似百伦的攻击一样 第二个呢 就看到我行我术啊 所有的英雄呢 都可以免疫群体控制的效果哦 而第三个呢 就会从三月份里面呢 选择一个带下来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跟兄弟们介绍介绍下 这次更新所有的新造型啦 首先我们讲一讲三月份的通行券 十字杀主题记啦 第一款呢 就是雪莉的神灯姑娘造型啊 由于它是通行券的造型呢 如果兄弟们买最高级的通行券啊 就可以获得两款一色造型啊 蓝元神灯姑娘 还有我们的大力神灯姑娘啦 它的普攻大招呢 都有特效的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老麦的宝石大王啦 那这款造型呢 就是属于啊 排位宝物之星所获得的造型啦 在这里呢 可以看得见啊 普攻跟大招都有特效的 接下来就看到我们非常帅气的查克啊 沙漠蟹王啊 在这里出售299宝石哦 普攻大招都有特效的 而且还会附上它的特殊表情啊 头像啊 还有特殊的击杀效果啦 接下来我们就看得见 艾德加的新月盗贼造型 在这里呢 就出售199宝石啦 而且呢 普攻大招都带有非常帅气的特效 接下来的奔腾啊 就是神灯精灵啊 出售价149宝石啊 普攻大招都有特效啦 而奔腾呢就像一个神灯这样啊 飘在空中的 那来到4月份的主题季 也就是猪神黄昏的时候呢 又有更多的造型啦 首先第一款也就是通行券的专属造型 就是霸子的魔狼芬利尔造型啦 这款造型呢 有两个异色造型 也就是暗的芬利尔 还有炎的芬利尔 而且普攻大招呢 都带有非常帅气的特效啦 接下来就是我们 嗶嗶的雷神索尔造型啊 出售价格就是299宝石啦 普攻大招偷有特效 而且因为是299宝石呢 它还有祭杀效果 以及它的专属头像表情等等的 接下来就是抗敌流失的 天神奥丁造型 它这里呢就出售149宝石 或者是5000闪光币啦 普攻大招都有特效的 来到查斯特的造型呢 鬼异之神洛基啊 它就是一个排位在宝物之星 才能开出来的造型爱的哦 它的普攻大招呢 都有特效的 最特别的就是说呢 它的每一个大招啊 官方都精心为它设计啊 不同的特效哦 看起来非常有诚意啊 接下来这一款呢 就是杰西的寒冬女神斯卡蒂造型啦 出售价格就有199宝石 普攻大招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来到接下来的系列呢 就是我们的LiveRands造型啊 这里呢我们就看到 格雷特的最新兔兔 出售价格79宝石 普攻大招都有特效 第二款LiveRands的造型呢 就是格斯的气球沙利啦 在这里呢就出售79宝石 普攻大招也是有特效的 最后一款这个LiveRands系列的造型呢 也就是我们顾洛克的火箭熊大 这里出售149宝石 普攻大招都有特效 接下来就跟兄弟们介绍一下 全新的机甲造型 第一款呢也就是 科尔特的机甲科尔特 在这里呢就出售299宝石 而且还会有两款异色的造型 正义机甲还有叛变机甲的 那这两款异色造型呢 都是分别出售的哦 那它的普攻大招呢 都是有非常帅气的特效啦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机甲里昂 出售价格一样是299宝石的 一样也是有两款异色的造型的哦 分别为浮光机甲 还有我们的幽暗机甲啦 它的普攻大招呢也是有特效啦 那在这一部影片结束之前呢 我们还有更多的造型啊 跟兄弟们介绍一下啦 首先也就是史派克的史派克造型啦 在这里呢就是说199宝石的哦 普攻大招特效也是非常帅气 就是丢大便啦 接下来就看到我们的偶像普利木 鲨鱼宝宝啦 这里出售149宝石呢 普攻大招都有特效的 但是看起来我们没有很想笑 接下来就来到非常可爱的 斯威克黄色小微造型 在这里呢就出售29宝石 或者是1000点闪关币啦 普攻大招都没有特效的 最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犯了 两个不同颜色的造型啊 一个是红队的投手 一个是蓝队的投手 这里呢他们分别出售149宝石 或者5300光币啦 他的普攻大招都有特效的哦 那基本上这些呢 都是我们今天啊 该为兄弟们分享 关于这次更新的小资讯啦 那相信兄弟们呢 还是觉得本次更新的很多资讯 还不知道的 所以一定要留守我们的 下一部突发影片啦 拜拜 咦 完了啦 完了咯 你还想要看啊 对啊 我还想要再看啊 要怎么做呢 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啦 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咧 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 上传新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